微波雪浇花会让花儿提早凋谢 你觉得是真还是假 网络上有人分别用瓦斯炉及微波炉 加热过再冷却的水 每天浇在两盆相同的植物上 如此九天后 瓦斯炉水浇的植物依然惺惺向荣 而浇微波水的植物却已严重枯萎 先来比较两者原理 瓦斯炉煮水是热传导 也就是外在容器要先变热 里面的水才能受热 而微波加热则是利用磁控管 将电能转化为微波射到食物上 此时食物里的水分子 会以每秒二十多亿次来回摩擦 产生热能加热食物 实验样本上 老师说为了避免土壤影响变因 我们特别选用玫瑰、海域及绿豆三种植物 每天浇上200cc冷却后的微波水 瓦斯卤水以及对照组自来水 经过九天每天煮水浇花后 整体结果看来不管是微波卤水还是瓦斯卤水 它们所浇的植物相照于用自来水浇的植物 提早枯萎的比例的确比较高 实际测量发现 自来水中的溶氧量及鱼氯量最高 而水中加入氯气后产生的次氯酸根离子 也有杀菌功能 所以这或许也能避免切花肌部泡水腐败 而确保水分输送顺畅哦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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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铃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